我是國際私職會 台灣總會 總監議會議長國裡貴鄉 我在1997年加入私職會 私職會是我第一個參加的社團 到目前為止也是我唯一的一個社團 那個時候我剛好有上我職統都做不出來 剛好在我們那個光豐農會那個 信農部主任 他要招一個新的私職會 女私會 他來邀請我參加 我在人情之下 當初是為了人情之下 我答應他的 我對社團完全不懂 接觸之後 做了會長之後 更感覺到有餘的可貴 主要的是為了聯合大家的人力財力 來做一項大象 自個人無法達成的社會服務 就配合我們總會的口號叫做尾社 我們服務 當選第三副總監以後 我就想到說 我們那國際總會 有一個關懷社區活動 那社區裡面 有老年人他們需要 大人日曬雨林也需要 小朋友上學下課更需要 所以我就想到用愛心傘 來關懷社區 這次愛心傘 無論是老人大人小孩 在日常生活上都需要他 當出大太陽的時候 下大雨的時候 這次愛心傘將死 他們免受日曬雨林之苦 自從2010年到2011年 我首創關懷社區活動 與愛心傘 我們F區全部的分會裡面 每一年都捐贈 愛心傘到老人會 學校 醫院 公益團體以及車站 獲得極大的迴響 今年我想將我這個好的社會服務 推展到全國 讓愛心傘在台灣能夠遍地開發 讓私事會的愛 如同閃花朵朵 開在台灣的每個角落 我們的目標是募集 100萬把愛心傘 捐贈給需要幫助的單位或團體 讓每個人的手上 都有一把愛心傘 這次不論是私友 或者是社會的善心人士 服務是無價的 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捐贈者可以把你的名字 或公司名稱 落款在愛心傘上 我們期望在私友服務日當天 大家一起共創金氏世界紀錄 讓百萬把愛心傘一起同時打開 為需要幫助的人遮風避雨 撐起一片天 最經濟的付出 最落實的服務 一份愛心 一份功德 百萬愛心傘歡迎你加入 我們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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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到